我去年9月說 今年會有空難事件 還有全世界領導人物預測 白紙黑紙 也完全印證了 重點是明年會有房地產暴跌 台灣嗎 全球 跟印度小神通下挑戰書 最近是不是預測都還蠻準的 川普中槍你有預測到嗎 我講歷史在話 我跟印度小神通下挑戰書 印度小神通 他不會接你電話 我跟他挑戰好幾次了 我的準確性比他還高 可能我比他還準 我去年9月說 今年會有空難事件 還有全世界領導人物預測 白紙黑紙 也完全印證了 伊朗總理 川普 還有其他美非的國家 這不是我講的 這是老主線的智慧 我再給你們新的東西好不好 明年 中國大陸是不是潰堤 明年就是水難 房地產 房地產暴跌 這個很重要 我要印證 下半年年底就是房地產暴跌 重點是明年會有 房地產暴跌 台灣嗎 全球 大地震跟船難 那台灣呢 台灣重點 一樣 全球都一定下滑 有的國家是房地產 房價暴跌 有的國家是地震 保護倒塌 有的是海難船難 船隻的一個翻覆 那夜晚不要亂出去 水餓特別多 水餓包括船難跟游泳 你們也會專注 我難得這麼震驚的跟你 有 我很震震驚啊 我們都已經有點想睡了 哈哈哈哈 開玩笑啦 你很相處啦 你川普上還是拜登上 這個其實對我沒有關係耶 這個傻瓜 這個不叫預言啦 這以正常來看 應該川普就會上 壓上你的招 我招了因為 四點幾個砸掉了 哈哈哈哈 韓國瑜 韓國瑜 韓國瑜就要加油 韓國瑜 我現在不談政治好了 不是你不是六十六歲會走嗎 不會走啊 我會活到八十六 現在又翻盤 翻盤 因為當年他說他六十二歲 六十六歲以期要小心翼翼 其實我從五十三到六十三的運勢就不穩定 所以我賺多花多